主料,大米200克,鸡腿200克,香菇100克,西兰花50克,鸡蛋一个,补量,油,盐,糖,蒜,蚝油,胡椒粉,酱油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锅里烧开水,把西兰花烫酥捞起备用,鸡腿肉切块定用酱油,胡椒粉,少许的糖,蒜煎一个小时,锅热倒入油,爆香菜吧, 接着把鸡肉放入锅中翻炒至变色,加入酱油,糖,蚝油,加入香酥,烧开后约一到两分钟即刻起锅带用,先将包仔在底部抹薄薄的一层油,放入浸泡好的大米再加入少许油,拌匀,将包仔做到火上,盖上盖,先用大火煮开,立刻转小小火,将米饭煮至8成熟,等水差不多都要输入里中, 呈现蜂窝的时候,用筷子搅拌一下,以免苦紧,放入香菇鸡肉,再盖上锅盖小火焖煮10分钟,10分钟再打开放入鸡蛋,再盖上锅盖小火焖煮5分钟,当鸡蛋煮成糖心蛋的状态,就可以把西兰花放入鸡肉剩余糖汁淋入沙河中,此时再把火转成大火,约几十秒钟关火即可,烹饪技巧, 将洗净后的大米和水一起放入,泡一个小时以上,可以使米饭口感更佳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